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南韓经典综艺《强心脏》 起初是由江浩童与李生姬共同主持 之后因江浩童陷入逃税风波 不得已改由李生姬独自主持 花李生姬也因繁忙日程而宣布退出节目 该节目最后是由李洞旭和申东叶接手 并遭了2013年华霞据点 然而20日竟然有消息指出强心脏即将重启 还将找来初代主持人江浩童和李生姬引起热议 根据还没报道 SBS电视台将制作全新版本的强心脏 并邀请江浩童和李生姬回归担任主持人 而节目名称则占定为强心脏联盟 然而消息一出却有不少网友留言表示 不要再用李生姬了啦 完全不想看到经济犯女婿出现在电视上 此外由于该节目过往都会同时邀请男女团偶像出演 因此不少粉丝也担心 如果重启节目肯定会引发世界大战的